那今年過年不是跟女婿反嗎 呃 有見面聊天 對 見面聊天 但是這個話不投機半句多嘛 女婿話不投機 沒有啦 開玩笑當然很合啦 對不對 那就是 婚姻的讓年輕人自己去決定 讓他們自己去看 然後如果說 這個都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又不是我要嫁人 不用煩惱他們多 對啊 那這個孩子很乖 雙方面都很不錯 給他們自己去發展 對 祝福 聲稱的祝福 但是我個人是傾向於低調 低調 再低調 對 很難 比較難 但是我們就盡量低調 那也確定不會邀請的就是 媒體的部分 對對對 所以 到時候再拜託 也不一定直播單 不賣 也不會有任何的 maybe如果真需要的話 給一張婚紗照 也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的一個祝福 我們低調 政治圈那邊應該不會想要低調 也低調 我個人要求低調 對 對 大家也知道嗎 我不想被貼標籤 在台灣那麼多年了 民青人都誤言我是藍還是綠 對不對 這個很OK 很多人惡意要把我講成紅 我就很奇怪 我是一個彩色的 因為我從民國幾十年以後 我就是彩色電視機啊 對不對 我們就做彩色龍 我們服務的人就是那麼多嘛 對 這個真心真意的服務 以前服務最多是國民黨 後來服務最多是民進黨 現在服務最多是共產黨 那你說我們該怎麼辦 所以大家要頭腦 要用頭腦去思維 這些東西是比較重要 對 所以婚禮是幾月 蛤 欸 那是他家的事 他很快 是不是已經 蛤 沒有沒有 他們在安排 那憲哥不像乃哥那樣在婚宴上 是嗎 人之常情 我覺得 我應該過不了那一關 因為看到女兒要嫁人 你要牽著她進去嗎 那當然啊 難道要找警衛嗎 兩個警衛互送她 這樣第一個女兒 不會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有喔 我還幫她寫歌啦 哎呀 不能講 寫歌婚禮上會每一個都寫一首 每一個 而且每一個要求的都不一樣 寫三首 對 那可以唱一下 陸西派是自己寫 所以會願意唱一兩首 不要不要不要 唱就會掉眼淚 所以憲哥您花幾年寫什麼 呃 花了二十幾年吧 對 他們 從小 然後我就 每一個孩子的個性都不一樣 有所感我就寫下來 對 很感動 對啊 好羨慕有一個 叫做吳宗憲的爸爸 對啊 連我自己都羨慕 這是歌名喔 蛤 歌名這樣會不會太噁心了 好羨慕有一個吳宗憲的爸爸 這個 嗯 有可能的話就經理喔 看他們啦 對 讓他們自己去安排 夏天 讓他們自己去安排 而且老二不複雜 他也 也 因為基本上也不方便飛出去嘛 所以就 只好就排完了 是 沒有 沒有 你看 你 就